这个男人喜欢躲在公共厕所的墙角,偷听小情侣们交流情感的声音。 他双腿瘫痪,没有女人愿意和他恋爱。 一次偶然地听墙角,让他发现了弥补精神空缺的乐园,此后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。 阿六曾经是一名田径运动员,天赋异禀,成绩优异,却在一次车祸中导致双腿瘫痪,他的母亲也因此去世。 父亲为了照顾阿六辞掉工作,做了一名出租车司机,日子过得很是艰难。 阿六不想成为家里的累赘,每天都会坐着轮椅去闹市里卖奖券口香糖。 虽然收入很少,但阿六也算找到了自己的价值,只有他觉得自己是个有用的人才能生活下去。 外面的人对他并不是那么友好,尤其是街边小混混,每次见到阿六都会对他嘲笑。 乳霸。阿六每天面对的都是冷漠的人群和店家不耐烦的驱赶声。 他最喜欢的就是躲在厕所里一个人待着。 这里有独特的厕所文化,墙上全是各种人的涂鸦。 每个字你都能看懂,但连在一起就是看不懂它们的意思。 阿六喜欢通过文字猜测别人的想法,了解别人的生活。 这天,下起了暴雨,阿六连忙找地方躲雨,却不小心被慌乱的人群撞倒。 出售的商品也洒落一地。 他艰难地把东西捡起来,浑身湿透,无助又困顿。 他跑到公共厕所旁边躲雨,却意外遇到了一对在公共厕所交流感情的小情侣。 他靠在墙角,听得脸红心跳。 从此以后,这就成了他的日常活动。 正直青春的他,心里很渴望爱情的滋味。 但他是个残疾人,没有女孩愿意和他恋爱。 他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,满足自己内心对于亲密关系的渴望。 这天,他在街上偶然遇到了一位保安大志。 在阿六的指导下,大志中了好几个奖券。 他非常开心,笑起来一脸猥琐。 为了感谢阿六,他拿出了自己珍藏的女士衣物给阿六看, 还给她看衣服主人的照片。 照片上的女孩长相清秀,看起来很年轻。 接着,大志还拿出手机,给阿六炫耀自己的成就。 他在很多公共厕所都装了摄像头,专门偷拍男男女女。 里面还录到了阿六听墙角的视频。 大志看着视频哈哈大笑,阿六非常生气, 他要求大志删掉视频。 但大志还是一直嘲笑他,阿六气得直接离开。 在街上,他突然在人群中看到了大志手机上的那个女孩。 他用力推着轮椅跟了上去,一直走到一家小商店。 女孩正坐在商店里,戴着耳机看电视。 对阿六的到来没有做出太多反应。 阿六不知道说什么,拿了一包糖送给女孩,并离开了。 谁知,女孩又拿着钱追了出去,还给了阿六。 大志为了给阿六赔礼道歉,买了他全部的奖券。 他承诺带他去找乐子。 阿六蠢蠢欲动,原谅了他。 大志一看就是这里的常客,跟进了自己家一样。 把阿六安排好,就离开了。 阿六坐在粉红色的房间里,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。 满心期待接下来的事情,然而这里的人都嫌弃他,还嘲笑他。 阿六再一次体会到了挫败感,吹头丧气地准备走。 这时,大志想到了一个人,那个人肯定不会拒绝。 他开车带着阿六停在一家商店门口,告诉他, 见到女孩就说是大志让你来的,这样他就知道怎么做了。 阿六忐忑地走了进去,发现大志说的人,就是上次遇到的商店女孩。 女孩埋头扒着泡面,阿六照着大志说的那句话,说了几句。 接着,女孩就关上了卷帘门,麻木地走向阿六。 片刻之后,阿六体会到了幸福的感觉。 她问女孩的名字,女孩淡淡地说,自己叫泡面。 随后,她把卷帘门打开,不再理睬阿六。 阿六向她索取了一个拥抱,眼泪也随之滑落。 对她来说,泡面不是一个工具,她是给予自己温暖的人。 她问泡面,自己可不可以再来找她。 而泡面早已戴上耳机,这是她用来排解痛苦的一种方式。 相对于双腿瘫痪的阿六,她的命运似乎更悲惨一些。 她出生在单亲家庭,母亲也不幸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,丧失了生活能力。 衣食住行,都由泡面来打理。 在生活的重压下,泡面逐渐变得少言寡语,谨小甚微。 她最喜欢一个人看着喜剧,吃着泡面,感受着短暂的快乐。 母亲之前经营的一家小商店,是他们所有的经济来源。 现在是泡面在经营。 然而这点微薄的收入,根本不够母女二人花费。 母亲的药不能停,火食也不能颤。 泡面每隔几天,都会去饭店买来秋刀鱼,认真地用剪刀把鱼骨鱼刺挑出来, 拌饭喂给母亲吃。 时间一久,就入不敷出,连房租都快要交不起了。 房东大志还经常涨租,账本上泡面的手印越来越多。 大志趁着上门收租的时候起了胆念。 从此之后,只要大志来收租,就会把房租的钱给泡面留下几张。 泡面只能麻木地按下卷帘门的开关。 每次交易后,大志都会顺走泡面的衣服。 泡面对此敢怒不敢言,他唯一地依靠自己的母亲,也是大志的帮凶。 他的生活充满了黑暗,没有依靠,没有希望,永远不知道明天会面临什么。 而阿六至少还有一个疼爱自己的父亲。 然而这天刚一回家,阿六就看到沙发上坐着一个肥胖且娇气的女人。 一边的媒婆把阿六夸得天花乱坠,原来是父亲背着她给她找了相亲对象。 阿六非常生气,既其父亲擅自为自己做主,又其父亲戳破了他心里最深的痛。 他这样的人只配合这样的女人结婚了吧。 他对此心有不甘,大吼着,自己根本不想和这个女人说话。 同样自卑敏感的女人听到这句话,很是受伤,低头跑了出去。 父亲对阿六的行为很失望,他不知道从前善解仁义的儿子怎么变成了这样。 父子之间好像越来越疏远了,他知道阿六并不快乐,但是除了保障他的生活,自己并不能帮他什么。 他站在街头喝了一大瓶酒,缓解内心的痛苦。 第二天一早,阿六就来找泡面了,他把从大智那里拿来的衣服还给了泡面,本来是一片好意。 谁知泡面看了之后就误会了,直接情绪崩溃。 哭喊着喊道,为什么都欺负我,你们为什么都要欺负我。 阿六不知所措,他坐在泡面身边,说,我不会欺负你的,你放心吧,我自己还被人欺负呢。 泡面停止哭泣,同感道,你是跛脚,怎么会有人欺负你呢? 阿六笑了笑,这种事情数都数不完,人的悲欢并不相通。 正如阿六不知道泡面的痛苦,泡面也不知道他的难处。 阿六把泡面带到了公共厕所,一起看墙上的涂鸦。 泡面看着上面一段关于杀手的话,觉得自己好像懂他。 他添了几行字,成为杀手有三个条件,委托,目标,报酬。 三缺一,只能算是凶手。 阿六不经意间问道,如果你委托我,会给我什么报酬? 泡面认真地回答说,一碗泡面。 泡面之所以叫泡面,是因为他很喜欢吃泡面。 他说,吃泡面吃的是时间,不加太多调料包,开水泡够三分钟。 在13分钟内,吃完这碗泡面才是最完美的。 阿六和泡面逐渐熟悉起来,他们互相温暖,把对方视为唯一的朋友,一起玩游戏,一起吃泡面。 一项寡言少语的泡面在阿六面前也变得开朗起来。 然而他们的事情,很快就被邻居传到了街头巷尾,传到了泡面母亲的耳朵里。 母亲不认同他们的感情,也许因为同事弱势群体,所以他对阿六有着很深的恶意,经常大骂他们。 就连泡面为他吃饭的时候,他口中的骂声也一刻不停。 他骂泡面不检电,连跛脚的男人也要。 商人的话从亲人嘴里说出来,像刀子一样锋利。 泡面无奈,只能忍气吞声。 这天晚上,阿六的父亲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,还说着, 没剩几天了,我们吃好一点。 他拿出了一张医院的诊断书交给阿六,上面写着, 一线挨晚期。阿六怪父亲不早点告诉自己, 便问他该怎么做。 父亲苦笑着说,没有办法,你又不能挣钱。 是啊,他们别无选择,贫穷是一切痛苦的来源。 而病痛又让他们血伤加伤,他们只能接受这一切。 父亲苍老的脸上挂满了担忧和无奈。 生活已经给了他太多的苦,他唯一的牵挂就是阿六, 担心自己走后没有人照顾他,便想着给阿六找个老婆。 阿六却没能看上,听了父亲的话,阿六决定好好过接下来的每一天。 他照旧去找泡面,谈起两个讨厌的人,阿六说起了大志。 他让阿六不要再和大志见面,泡面看到了他脸上的醋意, 开心地笑了起来。 从这天开始,他觉得自己有了依靠,对于生活也有了期待。 他关上卷帘门,昔日麻木的神情已经烟消云散, 余下的只有爱意蔓延后的幸福感。 大志接连几天都见不到泡面的踪影。 他气愤地找上门来,大声拍打着铁门。 泡面没有胆怯,反而还开心地推着阿六从后门跑了出去。 他第一次有了反抗的底气,他们一路跑到了田间地头。 阿六又一次问泡面,可不可以答应我以后离大志远一点? 泡面紧紧抱住阿六,他终于体会到了被重视,被爱着的感觉。 阿六就像他黑暗生活中的一道光,而他对于阿六来说也是如此。 他们互相照亮,互相温暖,互相给予对方最纯真的爱情。 回去之后,泡面就遇到了在店里蹲守的大志。 大志又掏钱给他,想要交易。 泡面不再逆来顺受,他把钱打落在地上,还给了大志致命一踢,飞快地跑了出去。 这一切都被房中的母亲听到。 大志走后,泡面依旧回来帮母亲喂饭。 但母亲说什么都不吃,只是一个劲地哭。 泡面早已对他这样的反应习以为常。 耐心地照顾好他,隐藏自己的情绪。 母亲好歹还有泡面照顾,可泡面又有什么呢? 他为两人的生活牺牲了自己最重要的东西,活得暗淡又凄苦。 却换来的是母亲的不理解和伤害。 夜里,他蜷缩在黑暗的沙发上,暗自哭泣,自己为自己疗伤。 大志的恶劣行为终究还是酿成了悲剧。 他把拍的视频放到了网上。 视频中的女子被网友人肉,直接骂上了热搜。 他承受不了网络暴力,选择了亲生。 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大志。 女子的男朋友为了报仇,在巷子里堵住了大志,一刀刺了下去。 这晚,父亲和阿六讲他小时候的事情,讲他和阿六母亲谈恋爱时的事情。 他责怪自己不能再照顾阿六,一会儿哭,一会儿笑。 那时候多么美好,可惜再也回不去了。 他们只剩下一条路可以走。 趁阿六不注意,他一个枕头捂住阿六。 看着阿六渐渐没了动静,他痛哭起来。 如果不是走投无路,谁会忍心这么做呢? 这样,阿六至少不会再痛苦,父亲也没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了。 他走到警察局自首,希望在那里过完自己生命的最后几天,然后和妻儿团聚。 另一边的泡面还是照例给母亲准备了秋刀鱼饭。 然而母亲还是一个劲儿地骂泡面。 泡面拼命控制着自己的情绪,温柔地劝母亲吃饭。 但是母亲吃着饭,嘴里还是不停。 这些不堪入耳的话,从自己母亲口里说出来,比什么都要伤人。 泡面终于还是爆发了。 他哭着问道,为什么你只说我,当初是你不阻止的。 也许连母亲自己都忘了,那天大致来的时候,他心里害怕,躲在了自己房间里。 泡面在外面不停地哭喊,他也一直没有出来。 泡面想到自己受到的种种迫害,想到自己为了母亲付出的一切,心里特别不甘,他特别激动,不停地给他喂饭。 等泡面回过神来的时候,他已经没有了呼吸。 泡面吓得瑟瑟发抖,手足无措。 阿六突然醒了过来,好在他刚刚只是昏了过去。 一醒来,他就赶忙找泡面。 泡面一见他来,心里便有了依靠,和他讲了事情经过。 阿六看着屋里的情形,沉思片刻之后,拿起剪刀,刺了下去。 泡面哭着说,他不该这样,他不该帮自己承担罪责。 阿六转身问泡面,我现在成了你的杀手,你不给我报仇吗? 他们拨通了报警电话,静静地等待警察上门。 泡面为阿六泡了一碗泡面,然而他已经等不到三分钟后了。 他吃着那碗加生的泡面,心里非常满足。 这是他保护爱人得来的酬劳。 吃完泡面,两人最后一次拥抱,警察带走了阿六。 在门口,他看到了父亲。 他朝父亲露出一个微笑,表示自己并不后悔。 父亲也露出了释然的微笑。 他明白,阿六终于明白自己活着的意义,体会到了爱情的美好,成了别人的依靠,也有了自己的依靠。 他终于可以放心了。 泡面常说,人活着有三个理由,一个依靠,一个期待,一个明天。 他很想对阿六说,自己活着的意义就是,依靠你,期待你,看见明天的你。 电影的最后,泡面坐着轮椅,端着阿六曾经的货架,走上了大街小巷。 他想了解阿六以前的生活,看看他以前是不是快乐。 走着他们一起走过的路,回忆着曾经的美好,他要带阿六一起生活下去。